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3年10月12号 周四晚上的6点55分 高于预期的CPI数据 是打击了市场情绪 美国国债收益率今天飙升 给股市也是带来了压力 8点半的数据发布之后 首先是指数期货的第一次跳水 那么第二次跳水 是发生在下午的12点半到1点左右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咱们看到这一次的跳水 实际上幅度要比早上8点半的 那一波要更猛烈一些 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段 美国正在拍卖200亿的 30年期的国债 整个的参与投标的机构 是不太活跃 那么得标利率呢 是只有4.837% 那么投标倍数呢 是2.35 预期的发行利率呢 是4.8 那么上个月的投标倍数呢 是2.46 很显然 那么市场对于30年期 国债呢 寻求更高的风险补偿 拍卖的结果也是导致 今天30年期国债收益率 大涨了10个基点 日内的涨幅是跑到了3.5% 这个是今天股市跳水最大的推手 今天的标普11个大的板块中 有9个收益 其中公共事业还有房地产信托 对于利率比较敏感的板块 今天领跌 能源和科技今天是 为二的两个小赢家 刚刚收平 那么今天的CPI数据公布之后呢 实际上是有过第一轮的小跳水 其实看上去大家说预期超的也不多 那么这个环比 包括同比都不多 它为什么感觉市场的反应 还是挺强烈的呢 其实如果咱们看细节 你就会发现 由于能源价格的上涨 本身就在预期之中 那么市场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其实它不是怕能源价格的上行 而是压不下去的住房的通胀 整个的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是同比 这个环比上升了0.4% 那么同比这边是上升了3.7% 超出预期的3.6% 在整个这一堆的细分项里边 咱们仔细看一下 你会发现上涨的部分 主要的住宅资金 就是租金 是追踪租金成本的一个子类变 它经过季节性调整时候 是上涨了0.5% 与8月份的涨幅相同 但是比一年前高出了7.4% 那么业主等效租金 也就是衡量房主出租房屋 所需支付费用的类似指标 是增长了0.6% 和8月份的0.4%相比 增幅是有所加快 并且比2022年9月高出了7.1% 如果9月份的数据 是期待已久的 住房通胀减速的结束 那么将是令人失望的一组数据 因为美联储之前曾经说过 随着利率的上升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这个滞后的指标会发挥作用 但是他们预计住房指标的通胀 会降温的预期 在今天看起来是落空了 住房通胀还没有得到非常好的痛指 这个就意味着可能通胀维持的时间 要比咱们想象的更久一些 不仅仅是由能源价格的上涨所导致的 另外看其他的细分类别 你会发现食品价格是同比上涨2.4% 外出就餐成本上涨6% 股物还有烘焙成品的 产品的增长是4.8% 新车价格同比上涨2.5% 还有一个涨幅较大的 大家如果去买汽车保险会发现 同比增幅达到了18.9% 这个主要是之前的理赔太多了 导致这一次就直接涨上去了 那么预计保险的汽车保险涨幅 会维持到2024年 那么在下降的部分其实也不是没有 比方说鸡蛋的价格 9月是同比下降14.5% 二手车的价格连续4个月下跌 年跌幅是达到了8% 如果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这边是环比上涨了0.3% 这个是和预期持平的 那么同比是上涨年化是4.1% 也和预期是持平的 在今天的CPI出来之后 美联储预计在11月 市场认为加息的概率 基本上维持不变 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在12月上 今天看到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 上升已经超过了30% 今天还有一个数据是来自于 10月的7号当周的出景失业 那么这个出景失业仍旧是比较的低 表明劳动力市场还是很有弹性的 数据是20.9万低于略低于预期 这个也是连续第4周低于21万人 续请失业这边是小幅上升 来到了170.2万 是三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突破170万 但这个值也是不太高 从历史上来看 它还是标志着劳动力市场 现在非常有韧性 非常的健康 好 这个是今天基本面上的一些数据 和大家简单的过一过 今天的重点和大家还是来看一下 个股的情况 包括我自己的一只持仓股 是连续的倒车 最近要准备上车了 一会和大家详细更新一下它的现状 特斯拉也是我的一只持仓股 但是它的上车现在还是遥遥无期 目前没有什么太多的 作为长线上车的点位 还机会也没有出现 今天特斯拉这边是小幅下跌 属于一个非常正常的波动 在消息面上 今天的汽车数据的供应商 Cox是发布了第三季度的 美国电动车的报告 这个报告对于特斯拉来想 其实就不是什么太好的消息了 整个的所有的纯电动车 总销量在美国市场 是313,086辆 这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高于22年二季度的295,200辆 还有三季度的205,682辆 整个今年看起来 美国已经出售了867,000辆的 纯电动汽车 和2022年同期是增长了50% 那么纯电汽车占到所有的轻型汽车 销量的8.3% 这个也是创下了历史记录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张图表 你会发现对特斯拉来讲 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根据特斯拉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特斯拉在三季度交付的数量是 156,621辆 低于第二季度的175,262辆 但是高于去年同期的是310,024辆 这个数据就意味着特斯拉和总的美国市场份额比起来 这个份额只有50% 它是低于二季度的59% 也低于2022年三季度的64%的 今年迄今为止 特斯拉在美国交付了差不多是49.4万辆的汽车 同比增长26% 今年为止它的市场份额是57% 低于2022年的67% 所以这是特斯拉 由于第三季度整个的交付数量比较的少 所以市场份额也在下滑 相信很多朋友都认为特斯拉 是不是有可能会维持更高的市场份额 比如说一直保持在55%以上 其实这个意愿是好的 但是我们通过特斯拉在今年的持续的降价 你就会发现 现在面临的竞争是越来越大 不会像以前那样大家选择不多 现在可以选择的电车品牌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特斯拉才被迫靠降价的方式 继续去占领市场份额 但现在看起来 至少三季度的成绩单并不令人满意 那么从特斯拉的股价走势上来看 基本面上咱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之前给过大家这些位置都在这里 那么从技术面上来讲 它还是属于在横盘摩擦的阶段 截止到今天为止横盘摩擦 没有特别明显的方向 那么技术面上依旧是以244-255为支撑 跌破之后下看这一线的强支撑223-237 预计这个地方的止跌概率是比较高的 如果跌破之后也不会一口气跌破223 那么反之如果向上去突破 之前给过大家一条下降的趋势线 这条下降的趋势线压制如果突破之后 将会直接上看280-312块钱 另外从期权上 特斯拉最近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方向性的压注 所以我认为它只是一个区间的横盘振动摩擦 没有什么太多的方向性的看点 好 这是特斯拉的技术面 还有这个基本面的消息跟踪一下 另外大家可能还比较注意 今天达美航空是作为四大航空中第一个发布财报的公司 看上去财报非常的不错 它为什么还下跌了呢 今天它的财报是发布之后盘前大幅冲高了3% 不过随后电话会议上高管表示说 燃油成本的问题会让支出增加 所以直接是掉头向下 收跌2.3% 那么这只股票还会跌多久 还会跌到哪里 那么一会儿和大家讲讲它的波动区间和市场的看法 首先还是看一下它这份财报 带给咱们怎么样的信息 是不是真的航空公司都弄得糟糕 整个达美 在三季度是每股收益是2.03 营收是146亿 超出预期的1.95和营收145亿 那么高管预计强劲的商旅需求 会持续到12月份的季度 预计总收入会比2022年12月季度增长9%到12% 这个财报是不是看起来相当的不错 对不对 那怎么还跌了呢 因为后面的电话会议上透露说 燃油成本方面 从7月份以来的油价上行会导致整个下半年支出的预期增加4亿美金 相当于会吃掉在12月季度增长的营收部分的利润 所以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悲观的是 对于2024年的一季度的前瞻 认为美国国内的航线的营收预测是同比持平 或者是略有下降 其实今天看到大家很多的航空股都跌了 对吧 包括我持有的阿拉斯加航空 以美国国内线路为主的 今天也是跟随下跌 就是这个原因 它的前瞻预测24年一季度不太的好 那么总体上 它的估值调整之后 是41到72 48到83 那么预计到24年 它的业绩也没有办法完全回到2019年的盈利水平 所以意味着24年还会节节攀升 它的盈利水平 但是没有达到2019年 但是它的股价从起北面上来看 我还是认为还是有机会的 未来再放后放一放还是有机会的 那么说它到哪里止跌呢 它现在止跌的位置 根据现在整体的技术面叠加着 期权市场的整体压注上来看 它在下方有两个较强的支撑 32.9到34.9 还有一个是31.3到32.4 那么市场在期权方面的压注认为 它截止到11月17号 也就是一个月之后的月期权到期的时候 它大概的位置是能够上下波动 就是31块钱到38块钱左右 也就是3块钱左右的一个波动幅度 3块到3块5吧 差不多 就是31块钱到38块钱 所以意味着在未来的一个月 达美是有机会在下方的这两个位置止跌的 但是向上反弹的位置 大家也不需要看的太多 市场认为它大概率在一个月之内 都很难去突破200日的移动平均线 当然这是一个大概率 大概率不代表100% 68%左右 那么剩下的如果突破 那当然就是强势表现 反之如果又看到跌破了31.3了 那代表着一定是有更大的利空 和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好吧 所以31块钱到上方的38块钱 显示未来达美的一个震动区间 好 最后的重头戏来讲一讲 另外一支个股 也是我个人的一支持仓股 大家看到我放到列表上了 最近是连续的下挫 等了好久 等得好心累 终于是大幅倒车 倒着倒着很多朋友说 这是不是要翻车了 没有 正常的 它这个倒车是非常正常的 我在上一次捡仓的时候 还是在去年的时候捡了仓 一直都没有机会 这个价格一直挺在上面 就是不下来 但是一直都说高估高估高估 等死等 对吧 这不等着等着它就来了吗 这车还是会来的 那么为什么今天和昨天都跌了这么多 一天跌5.39% 今天又跌了5.56%呢 感觉股价要崩了呢 最大的 如果你说基本面上想去找什么原因 或者消息面找什么原因的话 那就是FDA这边是成立了一个新的医疗器械和医疗相关的监管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会在24年开始运行 预计会对医疗器械包括像人工智能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医疗手段进行更多的监管 那么这个也是这两天它大跌最主要的原因 你可以看其他的相关的医疗器系列的股票是一毛一样的 一毛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另外从基本面上来讲 它本身就是高估较多 之前和大家讲它的估值的时候 300多块钱你说怎么买得下手呢 本身它是40多倍到50多倍的一个正常波动水平 对吧 正常波动水平 在这里就是一个比较高的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类似于像零售国里边这个Costco 一直都属于高位波动 它就是不掉下来的没办法 那么其实如果你按照正常它的增速你去算 它现在23年的增速19% 24年15% 实际上如果回归到再低一些30到40倍 给它一个参考 它的价格无非也就是在250块钱以内是合理的 提前一年去前瞻它 250块钱以内是合理的 再加上现在FDA这边的一个神补刀 所以它下跌也非常的正常 不是什么要翻车了或者要出大事了 很正常 这才是它应该有的价格 那么这只股票下跌之后 我是怎么安排的呢 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么现在既然机会出现了 我做了一个更加细致的安排 可能有的朋友还记得我之前是在248到272 想加5%的仓位 那么鉴于监管后面发挥多大的 威力呢 我昨天又重新思考了一下 想了想这个事情 现在具体它想怎么监管 会不会增加它的运营成本 我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具体运营 它明天才知道嘛 那个委员会 那我现在就只能从仓位上 给它做一些相对保守一点点的 一个提前安排 之前248到272这个里面实际上是两个支撑 我把它合到一起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是在261到272 一个是在248到257 这个地方呢 原来5%的仓位呢 我决定把它再放一放 往下再放3%到235到244 这个地方也是它的一个强支撑所在的位置 那么如果真的未来不幸 它跌破了235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它就回去了 它就没有办法维持它的高的PE波动水平了 要回到更加正常的波动水平上去了 所以在下方把仓位预留出来 至于能不能到 那我不知道 到了就接就大胆的去买 如果不到 那么上方的两个位置 我预计还是比较大概率 还是能买得到的 这上方的235到272 特别是248到272这个区间 那是大概率买得到的 今天到266了 稍微只要出一点点止跌 然后有一些超底盘进来 就准备去做一做 另外它的ISI这边 其实已经是进入了超卖区域 刚刚进入 但是还可以支持它往下再垮一点 垮一点以后出现止跌形态 那么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直接加仓的机会 但这个位置还是得告诉大家 加仓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我的成本很低 之前仓位已经减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这么低的一个仓位了 所以成本低我就无所谓 至于你要是成本高的 你还是要合理分配仓位 稍微的慎重一点点 合理的分配仓位 也是咱们增加容错率 避免有一些被深度套牢的 必要的准备工作 好 想加仓其实非常容易 很多位置你说仓位 加个什么10%20%一下就进去了 对吧 但是你从整体的安全性和长线投资的角度考虑 我反正就这么考虑 这个思考方式就是这样 可能每个人不一定认同 实际上你想想 持仓股里边有那么七八只 每一只你想想都加到什么10%左右 你都惊呼于满仓了 你都没有什么活动空间了 所以并不是仓位少 而是真正的说实话 股票有时候多了也麻烦 所以预计因为未来我还想准备建仓新的股票 所以仓位分配上就必须要更加的小心一点点 好 这是他大致的一个情况 支撑压力都在这里 大家可以愿意就做一下截图 那么他这边市场预计也是截止到五期权的波动压注 跟大家讲一下 认为他到11月17号未来的一个月里边 而他的波动大概是在236到296之间 236什么地方 就下方强制撑这个位置 说明市场认为他在未来的一个月 大概率不会跌破235块钱这个强制撑范围 也意味着我这些地方绝对有机会买得到 但是能不能有这么深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往上就是296左右 296大概是哪里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昨天下跌的高点位置应该是突破不了 昨天下跌的298的高点位置 这是他市场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波动还是不小的 好 这个是ISRG也和大家做一个跟踪 回头上车了 我能上的话挺开心的 然后跟大家再讲一下 今天的机构的截止到本周三的主动型基金的持仓情况 其实上个星期市场是在反弹 对吧 反弹了好几天 那么今天是有小幅的下挫 在过去几天的反弹里边很明显的也能够看到 是由主动型基金他们贡献的 他们的仓位是有所提升的 接着到10月11号 也就是本周三的数据 所以这一块非常的同步 他们买市场就涨 他们卖市场就跟着跌 但是很可惜 咱们没有办法看到他们每一天的加减 如果能看到他们每一天的加减 那不就好了吗 对吧 那你跟着他做 那就是一个大概率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统计的 因为如果有每一天的数据给你的话 那成什么了 成喊单了吗 那不可能吗 对吧 SEC这边也不会要求这么严格的监管 每天统计 市场基本上都被他们带了走了 所以很多的数据我们看到都是延后一周 或者几天来发布 这是有原因的 另外来说一说指数的情况 指数之前给大家更新过在4400点这个范围之内 目前看起来还是在这里预阻 和市场压住的方向没有什么偏差 那么现在截止到今天为止市场的期权变化依旧不大 还是没有对指数进行过分的保护 意味着不看大跌 不看大跌暴跌 看横盘小震荡或者是小反弹 这是目前本周上面不超过这条黄线 下方是不超过下面这条黄线 是它的波动范围 因为在明天如果市场继续反弹 站稳4400点也属于一个小概率事件 所以估计明天的行情波动可能不会特别大 好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市场的一些解读 以及个股的分析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的点赞 评论还有转发 最近感觉很多朋友好像觉得市场比较的无聊 对不对 没关系 随着10月份往后走 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 10月份本身总体上来讲 就是历史上回报还不错的一个月份 稍微无聊一点给你准备准备 大家天天暴跌 天天暴涨也都受不了是不是 波段机会总是有的 不是没有 而且现在市场的个股分化也挺厉害的 耐心耐心 能做波段的做做波段 不愿意做波段的 等着这些重要点位 你该买指数的买指数 重要的公司 该买股票的买股票 都不耽误 好感谢大家 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